但你看到在吉安溪的河畔 长出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 引人注目 这是营交菊 那么对环境的适应性强 生长迅速 已经严重的危害到台湾本土的 原生植物生存空间 而它的这个短柔毛以及花粉 还可能会引起部分民众及家畜的过敏反应 500公尺长的吉安溪河岸旁 开满了营交菊 而营交菊是一年生的植物 花开时类似满天新的花财 容易造成民众的物采集 而引发民众的身体不适 那其实大部分会遇到的就是过敏的部分 因为它植物体上面就是 它有叶子跟菁 它都是有一些线毛 然后有一些那种像花粉也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它其实风大 或者是你经过 走路经过的时候你会去弄到 那它那个细毛花粉就是会吸进去 有些人过敏或是肺会有点不舒服 不吸到症状这样子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济士也指出 它的生长速度相当快 结果开花之后 种子会随风飘散 各公所在货报之后 以辖区内的营交菊数量 委托厂商进行移除 如果有发现营交局 那如果是很明显看得出是公有地 比如说河川的那种河床那边 那就是可能可以通报县政府这边 那或者是说如果是私有地 你看得出来但是私有地 那你不知道地主是谁 那也可以跟县府或是乡镇公所这边通报 那我们会去找到地主 那私有地的话就请地主去处理这样 那公有地的部分的话 县政府这边是有开口7月 那我们会请厂商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对 那处理的方式 如果民众在自己的田啊 或者是居家环境的附近 有发现营交局的话 就是 记得就是你要把它衣裳 就是带手套 然后穿长袖戴口罩这样子 对 不要跟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到 那你就是直接连根拔起 因为它是那种草本植物 那你直接连根拔起之后 就是丢进垃圾袋里面包好就好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表示 去除外来种仰赖全民参与自主移除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呼吁 民众检视自家附近是否有营交局 开花前能够移除效果最佳 若是邻近的道路空地有营交局 可通报各乡公所或是农业单位进行移除 记得临结花莲县采访报道